中国书画世界行走进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交流展览于泰国当地时间早上十点在泰国陈海同乡会展厅隆重开幕 由中国全国书画院协会国际部主办、泰中文化人联合会协办 北京探末丹青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活动 吸引了泰国前国会主席Pichai Lala Gun阁下 中国驻泰国桥物参战藩文国、潮州会馆蔡汉强主席等重要嘉宾 前来为活动剪彩 活动现场气氛祥和 美观灯聚焦在每一幅作品上都显示出 中国自画的美感和艺术表现力 黄毅关会长作为本次活动的司仪 为道场嘉宾和美底朋友分别介绍了 中国书画世界行的目的和寓意 中国全国书画业秘书长古福海表示 随着中国书画世界行活动的展开 越来越多的书画家参与到活动当中 通过走出去不仅弘扬了中国书画艺术 而且管交朋友开阔视野 再提高艺术境界和丰富人生阅历等 多方面均大有收益 参加中国书画世界行 走进泰国活动的17位中国书画家 书画经营家来自中国十多个省市 大家对这次交流活动非常重视 精心创作了参展的作品 希望通过交流和展览 为增进中泰两国的艺术交流 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这次中国书画世界行走进泰国 一共来了17位书画家 这17位书画家来自中国的十个省市 大家都是为了加强 中国和泰国艺术家 和中国人民和泰国人民 两国的人民的友好而来 所以大家想希望通过一些书画作品 然后更多的和泰国的艺术家进行交流 陈海是著名的球乡 在一百多年前 这陈海的先辈就在陈海的张宁古港 搭乘了红头船 飘扬过海来到泰国画展 来蒙求更大的生存空间 同时陈海它也是著名的文化之乡 是全中国全国先进区 也是著名的版画之乡 灯笔之乡 动物舞蹈之乡 陈海的艺术花展 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 有一个长族的花展 陈海的画家 书画家 他们在全国的比赛 在全国的这个展览中 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所以这一次我们组织了陈海七 近一百幅书画作品走进泰国 目的是又让这种陈海的艺术走出国门 同时也让泰国的乡亲来感受到这种陈海的艺术氛围 更重要的是搭建一座艺术交流的平台和球梁 让中泰艺术家们来进行深度的交流 我们在这些工作中的工作上 我现在来的工作上 我为了专业的招规 我发现精彩术做了 我们在这些团队的招规 我发现这样的交流 是一部的私人 我发现200多年来 社团队的招规 我发现了封队的招规 藏远新昌围的圆景 和我们发现神兰队的招规 所以我发现得出自己的招规 我发现世界端的招规 我发现是一个人的招规 我以为姓老师和其他情侣 也有感恩, 但我予在压力 之后,也会是速序迫生, 以来要调解 将来太和中国 将来帮助 因此,会会有太阻挡aya 因此,如果我与调解我会有关的 因此, 还会将会和其他起立, 我们会有很多心意 而是如何争取的? 这是我提到的话 因为更是用逻辑的 我也是有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